大家好,我是YD,很高兴为各位见面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是这个最新模式 就是国服还没有出啊 然后马上就能玩到了它的最高难度的一个第一视角 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是首先先说一下这个模式是怎么样玩的 然后进游戏之后的话 你只有五个角色可以选择 这五个角色分别是石头人 这五个人也是有他们独立的背景故事的 然后我这里的话我石头人玩的比较熟练 我这里选择石头人 然后除了英雄本身以外 你会有特殊的技能强化 比如说这个大招 这个东西可以让你的大招变成一个把大家所有的敌人都闭动 然后大招激动多少个敌人降多少能量时间 然后大招什么AP什么的 反正你的被动你看有什么的 这几个技能强化被动 这几个技能强化Q 这几个技能强化W 这几个技能强化E 然后你可以通过做任务来解锁这些卡槽 然后这些卡片是随着你打的话会自动掉落 然后最后的话也是可以都给你使用 然后每个英雄都是同样的 然后你初始英雄是6级给你4000块钱 你没解锁一个卡槽插上一张卡就升一级 所以说打到最高难度 一般来说如果你没有初始11级的话是很难很难过的 所以像我这个号卡槽比较少 因为做任务做的少嘛 所以基本上只能去打一个三个卡槽 三个卡槽那就只能玩石头人了 否则是根本过不了了 这个模式牙锁越多越强 最牛逼的就是牙锁 牙锁最好4个 黄金标配是一个石头人4个牙锁 是最好的一个组合 然后进游戏之后的话 他是跟之前的这个星之守护者有点类似 几个人在闯关 然后死了之后可以互相救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我的召唤式技能D跟F 这个第一个技能D呢就是救人 他这个技能是有冷却的 就一个人死在地上2秒钟去复活他 复活他之后你跟队友都会得到无敌 那这个很正常 就跟星之守护者模式一样 然后F就是散线 这个散线的话可以充能三次 我们可以给大家试用一下 那一次两次三次 这就是他的这个F 然后我插了几张卡 这盘这个模式我觉得是肯定过不了的 因为这盘一开始就量掉了 然后我们先买装备 然后这个模式石头人最好的装备是什么 是骑士自治 这个一定要买少 然后第二好的装备是雪莲 第三好的是护甲 然后我们的亚索弱 这基本上是一定过不了的 因为这个模式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英雄就是亚索 如果你的亚索弱的话基本过不了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极格斯好像稍微强一些 我们把链子链在极格斯上 好 链在他上 这盘队友表示 你们两个9级的拆击亚索 都敢来打这个模式 玩不玩了啊 不玩了是吧 这个已经开始骂起来了 因为这个模式基本上阻力输出就是亚索 没有亚索基本上玩不了 好 我们开始打第一关 给大家看一看第一关 第一关的话是随机的 就是他不会版本版本 你看这一小怪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小怪攻击力245 这是第一关最弱的小怪245攻击 这就是难度啊 你如果觉得这个怪攻击力高你就错了 待会你可以发现最小的一只怪 像这个怪 他730的话强 这个地上的波纹呢千万不能吃 简单的说就是像满躲壁球一样的 你看如果不小心吃到一两个东西 会痒吧 你看亚索每次放大之后有这个来回风 那这盘还是有概率过的 亚索如果没有这个天赋的话 过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这盘两个亚索都有来回头 还是有机会 亚索大招是大到多少个目标 他就会多吹出一道龙点风 然后待会的话我会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大招 然后地上的东西记得躲 然后这个小蝎子可以看到他575攻 这个东西用命去硬扛是扛不住的 然后他会掉减速完了 这波我必须这样来 配合他一波 嗯 你只有和谐 这个势不可挡的话 你玩石头人的话 需要调整位置调整的很好 然后走位各方面的话也要特别小吃 因为我这波故意吃一个技能 我待会三秒钟后 故意吃一个技能 我在那不动吃一饭 你看 看了没有 这一个技能是非常非常痛的 这一个技能是非常非常痛的 然后这里的话我可以把他撞回来 但我不想只装他一个怪 我们可以先去打下别的东西 这个东西留给炸弹人打 我们这个阵容 这个版本机最弱的是金克斯 公认最弱的是金克斯 这个地方你看 砰嘛全部都在一起 舒服了 大招像自己离大招只有四斤 这种怪你小心一下 五六百公里一个 你看他随便捶牙索 看到没有 随便捶一捶就要死了 所以这个模式其实很难 这波的话 我都要死了 我靠 然后我这波选择一个巨怪 全部聚在一起 牙索一撸 炸弹人一撸 全部露掉 觉得很舒服 然后石头人这个模式很重要 这里是吃炸弹人发了糖 把这个糖吃了 可以回点血 所以这个模式的话 不管你再热或者再脆 一定要特别小心 跟我们地上进来 我们现在的完成度 是百分之多少来吧 这个地方你还可以 有一个技巧把它打出来 就是这样子 强人所难 这里有个药 打掉 大家都会满足 这跟 宠物掌模式是一个意思的 然后地上都一定要裹 小心这里 这里要中水炮了 特别小心 总之这个难度的话 你石头人就要负责一个巨怪 哇 小心地上火 来这个东西特别小心 这个蝎子很厉害 赶快走 蝎子是哪怕你是个坦克的 也不能随便扛 来霸王蝎了 来boss了 这个霸王蝎890的功夫 我这波没有大 因为大招的话做了一个没必要的动作 哇 这霸王蝎在舒服我 先走先走 吃下炸弹人发的糖 哎哟死了 一波失误就没了 直接叽叽 这波失误是非常严重的 莫名其妙就没见了 这里我们应该选择 这边牙锁练剂 练错的话 可以请你练起来 可以看到队友的脾气很大 这一波我必须要聚怪聚得很好 现在从来 那么这波可以发现 就是这个模式 它是一个非常谨慎的模式 如果你的装备不是很好 基本上就是一失误就灭团了 你看一个技能打5本 好 这里有一个什么东西 好像就变成超级赛亚十多人的卡片 诶真的超级赛亚十多人 有了这个卡片之后的话 你的大招几乎就没有CD 可以随便玩 比如说你现在大招一下 一秒CD 这大招特别舒服 好超级赛亚十多人准备 好超级赛亚十多人准备 现在开始的话 还是要冷静 这个十多人大招可以说 是这个游戏最关键的事情 你千万不能发现两种情况 可是大招空跳 你看这个走位不好 被野被动小怪喷死 这个是随机打离自己最近的 如果你走位不好 你能不能其妙吃了两三下的话 基本上就可以了 直接放大招 让中间的牙齿不撑 基本上这个模式 他要求大家都会玩 这里我一定要扛 还要准备巨怪了 因为我只要巨到的怪 我的这个大招CD会很短 所以可以无限巨怪 但是千万不能失误 一旦失误CDD常遇到来BOSS 基本结束了 这波可以选拒一关 你看拒完二十秒 还是可以接受的 然后怪全部就在一起 就方便队友A 然后这里自己走位 不要被水炮 你看他们被水炮很危险 这里赶快吃地上的塔 哇 这里好多小怪 这是最简单的一关 可以看到这盘我们已经打错压力 所以这个模式 当你装备不够好的时候 打的话是非常有压力 BOSS来了 先扛一下 我先扛 要准备巨怪了 闪蟹 闪蟹 巨 全部聚在一起 这波还没有接大 可惜 不过没关系 请你接大 哇 这波这两个蝎子上海实在太高 我现在靠我的超高的护甲印象 但是没有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模式是会降护甲的 再撞他一次 然后走 这个模式我护甲 我现在恢复一下 我不能再为小怪打了 我44层了 45层 过了 OK 他只要攒到100%的这个过关点数就可以做 然后下单装备的话 我们可以考虑做什么呢 可以考虑做一件这个 鸣星 然后的话再考虑再做一件这个 的血量 尽量先把自己的双抗推高 然后后期打凯影的时候 一把命剧差不多伤害就够了 好 我们继续开下一关 这个大招的壁咚是很厉害的 全屏技能 刚刚大家看到我为什么反向闪现 因为我想找一个很好的角度 把所有的怪充就 旁边送到一起 所以刚刚我说要闪现来找角度 这不他们就是不进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忽利是炸的人 对这个几个雅鼠的表现有脾气 所以他表示不想来 所以这个模式的话 人家特别小了呢 然后这一关 这个大的应该是额外惊险 我们现在不需要额外惊险 然后他有很多技能 这地上很多小儿子 肯定小儿子全部复活的时候 我要去开一波大招 让他们把他们全部聚在一起 然后大刀则9秒C也要浪费 让更快的清掉的怪 好 舒服 这么怪就会全不清了 然后这让你不记得 你千万不要再一片核心清怪 一定要在几片地区 因为待会的话你会知道 有很多恶心的事情 这里压缩两个大 好 清掉了 可以 两个三七 这一关的话我过来聚的比较好 压力会比较小 压力会比较小 这里要特别小心这些电容枪 你看他都压缩都要被电死了 这里先聚一下 然后走 再去 再走 再去 好 这连续连聚三波 基本上 需要小心电流 小心电流 不要死 好 这一波打完 待会三秒钟之后 可以再聚一次 3 2 1 聚 这被半路截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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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我大招就凉了 就是死了死了死了人 记住千万不要被半路截狐 让你下个大CD会很大 这两个巨人是809法 然后我们打掉他 然后等下的话准备 现在没有大招 但是我们这盘炸弹人 这个 灰水炸弹 来得很多 所以这盘感觉很坏 然后这里的话 待会我们要清一下兵 不清兵的话 待会会有点受不了 这里我选择清兵 这波巨没巨好 不过问题很大 应该快过了 现在我需要帮队友扛一下 85 电电一下没关系 跟血脉 再打一个这个 应该过了 几点钱 漂亮 好下一个 那么我们现在团灭了一次 意思是说 我们打凯影的时候 是没有 防御的机会的 然后这里出魔抗 基本上现在石头人出装 基本上就这样子 一定要保定足够的肉 有肉再说别的 没有肉 下车弹 这关的话 普通模式跟这个 噩梦难度是有区别的 他这里会有固然拦住 不让你一瞬间打到底部 然后这里不需要我们很快的去打底部的墙 这一蝎子伤害很高 我不是用肉体去扛 就这样子 亚索选择开大自己 可以 小英 这里这个波波 这波波蛋有点 有点 有点 然后这里有两种选择 两条路线 我们选择这条地方 赶快把这个打了 这个是会消失的 早点打 早点加通关点 把这波随便过去 赶快打到这个墙 打到这个墙之后 我可以去清理后面的怪 先把那个满屏 丢那个桥的怪给清掉 然后再说别的事情 这波小英电流很危险 然后这里我选择直接开大 哎呀完了 凉了 对不起大佬了 这个大招可以说是吹响了 爆炸的号角 想救救亚索 完了 这波这波莫名其妙死掉了 我这波没有闪了 最后一个闪 还有15秒CD 我应该死了 哦 这波太莫名其妙了 因为我自己一个失误导致全队崩盘 结束了 没了 那这一关就直接没掉了 还有一个雅锁 他能不能拖时间 他如果能拖时间活下来的话 那打到后期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一怪的话 我可以一个人全杀完 所以 玩这个英雄的时候 就一定 是很容易背锅的一个位置 因为你随便一个失误 就是致命失误 你没有小失误 他把我开大 几个大招结束游戏 一个大 准备两个大 两个大 结束了 所以还好破了 这波其实为什么崩了 就是因为我一个大 这个严重失误 然后你可以想到 如果当你的队友 全部都死了之后 你千万不要硬钢 你一定要去拖时间 因为队友是可以 无限速度的自动复活的 但自动复活的 目标时间很长 然后这波买装备 买完装备之后 我们开始下一关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一关的话 下一关出什么装备 其实是值得考虑 我个人建议 就是已经可以开始 去做一个伤害了 因为大面具这个东西 到了后期是很有用 然后这波的话 直接是可以做 最后那一关做法权血 打凯影的话 大面具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发现 其实到小怪 都是可以处理的 石头人大招 亚索打好 但到了最后一关 还是真的要难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出一些这种装备 为后期做准备 这Boss一开始出来 就Boss 小银这个地上风 很痛很痛 这一路啊 可以先打的 软打的就不会出话 所以赶快把怪全部带走 因为这个风暴 我们不能在风暴附近做动 然后这个东西的话 待会有大招可以把它推出来 但最好不要随便用它 哦这个风小型小型 这琴琳在被电 这个风暴实在太痛了 主要这一波 有炸弹人一直发疼 卡不住 先把这一片清了 这里我冒死放出一个大 吃点东西 但我身又被电电了 这波必须得这样强调来 然后因为这波有打死一个绿球 所以我们都能满去 简单的说石头人就是这个版本 一个Buff 因为它可以方便把所有的怪聚集到一起 很可疑 也就是说这个模式没有石头人 基本上是不可能过的 当然也是可以过 牙锁墙还是可以过 比如说你们边五个牙锁 可能也有机会 我也看不到 已经杀掉了 有小怪能清就清 聚在一起 打手接大可以清一点 然后八秒钟之后 我再放大又可以再清一点 好 牙锁就接后空 再清一点 可以看到石头人 就是好比是这场游戏的一个指挥 你想搞谁你就大谁 然后基本上你队友就能把怪全都清光 好 所以基本上是拉在一起 像这样AOE来处理 手中啊 这波非常危险 啊 情理光大还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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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吧 比如说这波有个好几个 这波这样 先聚过来 露威卡 聚在一起的怪就很容易AO1打掉 我聚在一起的怪就很难打 这波我们赢70% 没事吃点糖 把血量保持到最满 其实这盘炸弹人他的这个天赋选择让我颠覆了对炸弹人影 这里有Boss 先录一个Boss 因为另外Boss走过来是要时间的 我们先把他录掉 这时候一定要留大招 千万不要乱用大 这波可以均匀 一定要留一个好位置 像这波过了就可以赢大 因为现在是最后一关了 然后下一个最后一关就是凯影 凯影的话普通的话是三轮 然后英雄行 做的这个噩梦行是四轮 然后这波首先大面具肯定是要做上的 因为这个是核心方法 然后还有一点钱买不了东西 余钱了一点 没关系 现在我的属性的话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打团只要一直给那个对面那个人丢悠悠球 打团就是悠悠球 悠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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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打到凯影 一直让他有一个百分比一个掉血 凯影可以看到他的血量非常多 他一开始会在那里装逼 装逼 这样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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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影会在哪个柱子上出来 哇 这一开始就是一个很难躲的技能 凯影的技能你待会发现他眼花了乱非常难躲 到时候的话是要点实力的 他可以随机把他击飞 然后如果不小心吃到这种技能很痛 然后这波的话记住石头人的战略要点就是这个时候聚怪 这个时候把小怪聚在一起 赶快让牙所清掉 否则待会怪多的时候你就没法处理了 所以石头人最关键的一点 哇 这波很小怪 就是一直去聚怪物 然后这一波是赶快拉开 他会AOE作为生家人 你看这波不小心我们两个凯影死了三个人 他们三个人在在一起 小弓摆死掉了 救起来又死 那这波现在开始我们应该猎起来 这波凯影怕风向上放AOE 就要躲掉了 然后待会三秒钟之后 如果有小怪没有处理掉 如果我们之前小怪很多没处理掉的话 会更难难的 小怪我们这波已经处理得差不多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打算找个机会再聚一波小怪一起行掉 这样 凯影小怪聚在一起 牙所半个大 把小怪全部拼完 这里凯影蛮死了 留一个大招 然后这个地方记住 要看这个小地图 你要看凯影会飞哪个位置 他会连这里 赶快走过来 否则这里会爆炸的 会炸得很痛了 然后现在我们第一个模式过掉之后 我们救人以来 100秒钟都进入了凯影CD 所以现在的话 现在凯影会吃这个球 这个球吃了很多之后 他都会放大招 放大招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好反应 这个大招很难躲 给他吧 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如果是脆皮 随便吃两下就死 哪怕我一个坦克 可以被吃一下 都是会死的 然后这波的话 必须全部躲掉 至少躲掉90% 然后这个地方 千万不要被他连续斩了 还要死 来两次先回来 这里不知道周围 还要吃起来 然后注意待会双小怪 还有这里有一个 电磁波 哎呦 这里不小心吃了一下 还有我是坦克 没什么心 这波炸弹人的奶 非常足啊 炸弹人一直在地上丢 到回首炸弹 其实我不用闪了 这个可以起 还有蓝色 这波就是离开近 或者离开队员 我这里可能会死 他呢每一次 哦这波赶快走开 非常危险 千万不要撞到别人 安全安全 然后这一轮还没有刷小怪 所以感觉这一场是有概率过的 哇 你看这个波 看到没有 哎呦 一不小心吃一到 这连吃无数下 代表这火山会变大 会变很痛 这波很危险 赶快走 我必须开大玩 拉开了 拉开最关键是我撞死了一个绿球 没有血 这波可以把他打掉吗 可以打掉的话就不用躲技能 打不掉一定要躲 好的打掉 nice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进入第三阶段 哎呦这里小心 哇情侣都快死了 快走快快过来会被炸了 然后这段阶段打完之后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打完这个阶段还有一个阶段 这是恶梦难度多出一个阶段 赶快处理小怪 小怪是最优先要处理的 处理小怪可以让亚索大量回血 简单说其实每一关就是处理小怪 因为单打boss其实很简单 但是如果你小怪没有石头人来处理 基本上就玩不了 所以这波每一波必须把小怪处理掉 这波我受到AOE很足 掉血有点厉害 然后待会有大招 哇我这波不肯定吃了就小心了 我也很危险 赶紧吃啊 待会能量满的时候就会放大 这个球是美卡同时的 赶快走赶快走 这个非常痛千万不要吃 这个球用风枪可以挡 但是一定要小心 一旦风枪没有的话瞬间死 这个东西你看到没有 哎 风枪一旦没有就瞬间死 哇我这波很危险 还好他们打了一个绿色的东西 我回满了血 这波还行 你看这就是一个缺点嘛 如果你靠风枪的话 如果他又没有就出大血 这波我得把这个小怪给解决一下 我这波硬着头皮啊 解决着这个枪 捏了大招 现在最后一个阶段了吗 直接过了 不是还有一个阶段了吗 看来我记错了 我记得是还有一个阶段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噩梦难度过了 可以看到最关键的 其实就是处理小怪 可能是不同的 技能吧 因为有一次我打了 我记得是多一轮 不止三轮 好这样噩梦难度也是通关